灰色轿车整辆胀进超伤 玻璃碎片洒满车顶 门框也被撞断 里头商品散落一地 回顾事发当下 驾驶当时正在回转 怎料就在下一秒 没算好距离 往后倒车 这样再往前时 驾驶一丝雾把油门当刹车 整辆车搞速爆冲 撞破超伤玻璃门 现场漫目疮痍 一片混乱 副驾驶座女子 撞击后受到不小惊吓 坐在地上哭泣久久 无法起身 事发18号凌晨4点多 流星男子开车载女友 行进新北领口路 往领口国小方向执行 却在巷口回转时 一个不小心 这辆车如同导弹 自撞超伤 酿成严重毁损 速度太快嘛 也没有 有点失控 对对对 驾驶酒侧只为零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 万幸的是整起事故 无人员受伤送医 超伤员工拿起扫把清理膳后 火撞成这样 超伤店内踩损 恐怕是比不小数目 记者越南亚乔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 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